其实说到台湾的古迹很多 但是如果缺乏专业的导览人员详细解说 这个观光课通常参观的时候 也只是走走看看热闹而已 所以北市府现在特别请职能发展学院 新开设了古迹设计这样的课程 不但要对历史充分的了解 还要学摄影跟企划 要把古迹发扬光大 这边进来 从古门那边出去 一群人围在保安宫前 难不成是观光课来趟古迹巡礼 那您就错了 其实他们是特地来上课 连北京的太和电通通都没有地级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台湾古迹 直接把学生拉到户外来教学 老师从头到尾仔细导览 讲解历史文化 不过认识古迹还不够 如何把它拍得微妙微笑更重要 那我们要运用广角近拍 夸张主题 一听完讲解 学员们马上拿起手边的相机 开始取景拍摄 每年来台的观光课逐年增加 北市府为了让古迹活化 特地请职能发展学院 新开古迹设计课程 没想到一推出就爆满 最后只好超收开课 古迹它的在目前的议题来说 其实还算蛮冷门的 其实已经不再是仅限于 像以前就是完全是 那么专业的古迹修复的 这样一个议题 仔细看看班上的学员 大多落在三四十岁 有些都是原本从事观光方面 希望能多选点和产业接轨 不过班上还有位最年轻的 才七十四年次不到三十岁 毕业后都还没踏入职场 先来学一技职场 对 工作难找 一些影像编修 然后行销计划沟通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个学之后 对以后的工作或许有帮助 以台北市来讲 古迹虽然有在做 可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补强的 所以我以后会成为这方面的人才 虽然蔚然的出入释出多少职缺 政府不敢挂保证 但对事业的人来说 多学一样专长得到工作的机会 就多一点 记者赵卓博家台北报道